透过画面就能一览海上情况还能进行分析 这就是台湾第一艘可以自动驾驶的外海船 旁边更厉害的还有这支全球首创远洋渔业无人机队 用AI帮忙捕鱼 无人机它可以做渔群的探勘 它可以一次出动四台无人机 在渔船的周围去做渔群的探勘 然后它可以用AI OT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去判读说哪里有渔群 然后赶快通知船长 究竟可以去做一个捕捞的动作 这支有经济部率领台厂研发的无人机队 可以自动探勘渔矿 除了大幅降低成本 还能提升远洋渔货量 在达湾新创大南方会展的 解密科技宝藏专管大放异彩 同场还有30项创新科技展出 假如有无人机的帮忙 这个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员 还有节省这些人力 再也会替这个母船带来一些抓鱼的资讯 连接现在最流行的AI 经济部近年来 携手跨部会合作 不只让远洋渔业走向科技化 智慧化 也推升亚湾 成为台湾重要的智慧科技枢纽 创造超过435亿元产值 东森财新闻综合报道